大家好 我們的主題是 丹丹心滋味 要炒台乳雞蛋的陷後 我們一開始的構想 是因為市面上的傳統台乳蛋 它加了很多醬油跟鹽巴 就是讓人家吃起來比較有負擔一點 所以我們就想出了一個方法 我們就改變它乳質的配方 不加入醬油 然後它的紅茶包也改成花茶 然後我們以手清淡 然後健康的路線供給消費者使用 希望有多一點選擇讓消費者來選擇 然後我們的研究目的 我們的研討目的 一、探討不同的花草柴乳蛋的配合 二、攀討傳統茶葉蛋 乳花草柴乳製的差異 那我們的差異就在於 不加醬油 然後我們用花草茶包去取代 紅茶包來乳製 然後我們使用的設備的材料 還有雞蛋六十顆 萬用乳包 鹽巴跟水 那把花草茶 菊花 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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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蘿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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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我們就把敲耳雞蛋放回鍋子裡面 然後再加入鹽、煮包、割花茶 然後繼續滷滷,滷滷大概一個小時左右 這就是我們的製作流程 我們一共給120位飲品者試吃、填寫問卷 採用100份的流效問卷來做統計 統計我們從菊花、玻璃花、洛神花跟玫瑰花中 統計菜也是以玫瑰花醉來受大家的喜愛 接下來我們希望未來能夠到市面上去販賣這些花茶袋 讓顧客有更多的選擇 謝謝大家